畫北極雄企鵝他們的家已經受到了很大的一個破壞 然後整個地球無緣脹氣的 解說員認真的講解畫作運航的意義 草屯坪林玉秀美術館籌備處 現正展出畫家曹文睿的藝術畫作 議員廖子佑為我們介紹相關內容 在我們這個坪林藝術中心 這個展場裡面所展出的曹老師的一個作品 他本身對於很喜歡旅行 然後他對於這個從他那個在旅行的當中 他透過在飛機上的一個窗口所看的一個整個世界 他用它虛擬也好 你說一個未來的世界的一個表現也好 他把整個現實與真實一面來呈現在他的畫作上面 曹老師的作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進行對環境的關懷 如近來的酷熱導致用電量鋁創新高 曹老師的這幅畫作呼籲大家節約能源 這個環境地球的一個軟化 尤其現在夏天非常的炎熱 可能大家都大量的使用一些冷氣啊電力啊 那他作者他本身他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找一些代替的一個能源 例如說風力滑電對不對 火力滑電風力滑電的這個部分來做代替能源 不需要 例如說現在的還有這些那個太陽能啊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替代能源 不一定要用那個核電 煩起大家盡量的去解液能源 不要去太過浪費資源 議員廖子佑對本次的展覽表達高度肯定 現在正是暑假期間 因此他建議家長帶著小孩 共同欣賞這些富有意義的畫作 我想看到他的作品 真的很希望呼籲更多的 現在是暑假嘛 我們的爸爸媽媽 一定要帶我們的小朋友 過來看看我們曹老師的一個畫作 本次四城鄉市藝術展 將從7月1日至9月30日 在草屯平林裡玉秀美術館展出 歡迎民眾前往此次畫展 民意新聞 曾偉翔 林耿鈺 草屯採訪報導